他说我是一名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 现在已经毕业五年了 做了四年工业设备的销售 因为积累了丰富的销售经验 我想自己创业 从事大众消费品的营销 在我看来呢 工业品的销售针对客户比较单一 而大众消费品呢 可能会更有挑战 但是发展的前景也更好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B2B的生意是说 你搞这个核心的几个客户 让他买你的 一买就买一大堆 大众消费品一般来讲 你要考虑比较大 广告的做的比较多 因为你B2C的生意 你要打广告 你要发传单 然后你在家里接电话 靠音 一个是成功不了的 B2B的生意相对容易一点 你要是代销一项产品 你要抓住一个客户 你就行了